哈囉 大家好 我是Walker 又到了快樂的星期天啊 要來分享快樂的事情喔 首先 新加坡的保友 已經收到我寄出的魅影 還有刷好的安卓手機 來看一下喔 其實我最care的就是 包裝有沒有很好 因為一定要好好的 送到你們的手上 結論是滿滿意的喔 你看這個 收到了 收到了 嗯 這個拆包 就是說跟我一開始裝的是一樣的 然後這個一次寄兩支手機 他們也都覺得是OK喔 說我非常小心 耶 在進入今天的主題之前呢 我要再跟大家介紹一個 很棒的YouTube頻道 那就是 又來了 大家好 我又來了 這個頻道 我真的是非常的喜歡 想到就想笑 他實在是科學家的代表 他用科學的方式 破解了許多 大家覺得 怎麼會這樣的難題 真的很棒 推薦給大家 那他也是我學習的榜樣 我會好好的跟他學習 解決問題的方式 再來要跟大家說 真抱歉 對不起 這個是我上個禮拜Po的影片 因為那天星期天太開心了 再加上破解 iOS13也太開心了 所以就急著把它Po上來了 那造成很多保友試了之後 不行 不能使用 成功的機率太低 所以影片封面也改了 影片的標題也改了 改成機率很低 僅供參考 這是科學家的態度 我覺得要為這支影片負責 不能用就是不能用 可以用就是可以用 曾經Walker在YouTube找解答 找問題的解答 看到標題 夭壽 好像絕對百分之百能破解一樣 結果點進去 靠杯廢片一支 媽的人生最寶貴的時間 都浪費在那裡面了 我可真的不喜歡 我可自己不喜歡 那我也不想要別人喜歡 所以 我們就來看一下今天的影片哦 流行性感冒都有快篩劑 那我就來教大家 快篩 我的iOS13 到底能不能用魅影飛全世界呢 開始之前呢 先驗名震聲 Walker的iPhone 欸不重要 版本 來 13.3.1 這個最重要 機型是iPhone11 Pro 再來 快篩預備步驟1 快篩預備步驟1 右上角滑下來 開啟飛航模式 本招Walker原創 就是Walker原創 網路都有日期 讓一個不會用手機走路的人 都會走路了哦 好 再來 WiFi要打開 如果你是用魅影藍牙BT的 你就用WiFi要打開 好 那我們滑上來 接下來的步驟呢 是參考 Fenton GPS的步驟哦 大家可以去看這個 Fenton GPS的官網 它有示範影片 這個去年9月就有啦 然後 它的步驟 我們就在這裡示範一下 那快篩的部分 就是參考這個部分的哦 好 回來我的手機 退回 一般 退回設定 欸 就是你 從桌面進入設定之後呢 進入隱私權 好 隱私權在定位服務這裡打開 好 那我們把系統服務這邊全部關掉哦 好 系統服務這邊關掉 分享我的位置這裡也關掉哦 大家看一下參考這個設定就好了 那這個關掉 它會問你 Apple ID的密碼 那你就輸入 好 關閉 這裡 位置提示你也把它關掉 好啦 前置作業做完啦 再來重點 今天的重點來囉 今天的重點 首先 你把它定位服務 關閉 好 然後斷網 滑上去 好 再開啟定位服務 好了 我們進 地圖 你會看到無法取得現在位置哦 哦 這張圖絕對經典 這張圖絕對經典 好 來 滑下來 連上網路哦 這個網路呢 是你們家裡的WiFi 或是手機的WiFi 就可以啦 因為我可發現VPN有更強力的效果 會更穩定 曾經 我有找過這個證據 好 那我這個WiFi沒有連上 我就把它連上 來 試一下哦 來 Redmi 我的是紅米手機 好 連線 WiFi連線哦 來 回到你的地圖 找一下 如果 你的地圖 你的Apple Map 找不到你在哪裡 有沒有 你按了好久哦 他都找不到你在哪裡 我撐過 在我這裡 工作室裡面 可以 一天多兩天 通通找不到我在哪裡 通通找不到 懂我意思嗎 這個快篩步驟 大家可以明白嗎 你按 再來一次哦 我再來一次 再試一次 回到定位 隱私權 定位服務 定位服務把它關閉 然後你把它關閉了 然後你就 斷開網路 這都是 Phantom GPS的步驟啊 再打開定位 通常 你就回到 Map裡面看 他就會無法找到位置 這個時候 你的 你的那個 iTool什麼設定 他都可以啦 可是 接上網路 他就不行了 重點在於 接上你的WiFi網路 好 你接上你的WiFi網路之後 還是 無法取得位置 等一下哦 他又沒有自動連線 來 接上WiFi哦 等他圖案出來 好 接上WiFi 還是找不到你的位置 有沒有 完全 找不到 你在哪裡 OK 你 這個叫做 確診 要求 確診 這個叫做確診 你知道嗎 恭喜你 你的魅影 可以用在 iOS13上面 飛全世界 那 很簡單 怎麼樣說呢 我來用給大家看哦 現在 嗯 回到桌面 來藍牙 我就開我的藍牙 再來 接上我的 藍牙魅影 這個開關打開 好 我把它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之後呢 這裡連線 好 連線了 那我就進入iToolsBT 進入iToolsBT之後呢 好 這個藍牙的圖案按下去 好 連線呢 連線之後呢 哎 路徑 來路徑射一下 我們讓它走路最明顯 走路比較明顯 循環 A到BB到A 走路速度 調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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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 調到72公里每小時 這樣最明顯 再來 回到你的Google Map 我開始已經走了嗎 好 開始 Apple Map 你在哪裡呢 嘿嘿 Apple Map在哪裡 匈牙利 匈牙利 有沒有 有沒有 成功了 快篩 就是你確診之後 你就可以這樣做了 你就可以用了 你就 停留在 你的本人 就待在那個地方 確診的地方 確定可以用 它就會這樣走給你看 好 來 這個 GPS檔 這個關掉了 GPS檔 巴西 欸 巴西 來循環 開始走 哦 Google 那個 Apple Map 現在人在哪裡 有沒有 直接巴西 這巴西啊 聖保羅 OK 大家 對今天的快篩技 不知道有沒有什麼不懂的地方啊 啊對啦 還沒登入 Pokemon GO嘛 你看Pokemon GO 在哪裡 這是哪裡 巴西 登登 練 攻 哈哈哈 練攻 那個 抓寶夢 你這邊可以兩隻 抓寶夢來 簡單的來設定一下 你看一下哦 好 我把它刪掉 抓寶夢就這樣 你按它 選 假設你想要左邊這個 你想要左邊這個 它就亮燈 然後你就點它 然後就配對囉 嘿 配對了 OK GO 抓 抓抓抓抓抓抓 練功 巴西 好 那影片做完了 免不了要來一段錄個15分鐘 看看它有多穩 結果放著錄 錄到相機沒電了 錄了20幾分鐘 都是穩的哦 那今天就跟大家報告到這邊 希望這個影片對所有保友都有用哦 尤其是想要了解魅影的保友們 你們系統是IOS13的 你可以先快篩一下 看看 你現在的所在地 是不是可以適用魅影 在IOS13系統裡面呢 那如果可以的話 那你就練功掛機 通通來這裡掛吧 我可會秉持著 又來老師的科學精神 能用就能用 不能用就不能用 拒絕標題可以用內容 模擬兩可可以用不可以用 這種非科學的影片 很抱歉 上次我可上次做了一個 對不起 以後不會再有了哦 也請大家繼續多多支持 謝謝大家 拜拜